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外发明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播出过各种各样的越野车辆 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播出过的这些越野车辆的各种性能 全方位的梳理了一番 我们将把它们最强悍的一面再次展示给您 那么首先要看到的第一个发明 它是一种雪地三角履带 这种越野车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将履带和轮胎结合在了一起 这种改进啊 使得普通的汽车都可以在雪地上来驰骋 一起去了解一下 发明人张万林 发明项目 车用雪地三角履带 我们今天的测试场地 位于牡丹江被冰封的江面上 坚硬的冰层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心血 老张一进入场地 就迫不及待地先在场地上试了两圈 拐弯时车辆出现了明显的侧滑现象 而西刹车时车辆更是出现了飘移白尾现象 这个路面上有冰有雪 它要是比纯粹的冰或者雪会更滑还是好一些呢 在雪冰雪混合的是很滑的 很滑的 比纯粹的冰面还要滑的 纯粹冰应该没有什么滑的 接下来我们将在此测试 普通轮胎车辆的刹车距离 老张将在这两个立柱间击刹车 看看汽车的实际制动距离 加速到四十千米 然后击刹车 庞大的越野车在笔直的冰面上滑行起来 刚才看你一个击刹车这滑出来了 有十四五米吧 这个您经常在冰雪上开车的总是这样吗 如果说在正常刹车开始的话一定会这样 人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车 会有很长一段失控的距离 如果咱们装上履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装上履带应该是响停就停 响停就停 这个三角形的大家伙 是怎么在雪地行走的 他真能解决打滑的问题吗 我们先开始更换履带 方法与换普通轮胎差不多 先用千斤柄把车顶起来 然后卸下轮胎 再把履带的法兰盘与汽车的法兰盘对接 最后拧上螺丝 一个履带就装好了 不过半个小时 一辆四驱轮式越野车 就变成了一辆履带车 装好履带的越野车 在雪地上的行动明显稳定了许多 履带车缓缓倒下发车点 但这么光滑的边面 真的能如老张所说 想停就停吗 好了 同样在时速40千米时 即刹车 这一次的结果很明显 换装履带后 车辆的滑行距离 不超过5米 为什么一辆普通汽车 换装履带后 在雪地制动方面 会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呢 原来汽车刹车的过程 就是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 履带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远大于轮胎 再加上履带上 密布着锡池 深深地插入雪中 使车辆的制动式的阻力 远大于轮胎 极大的缩短 刹车距离 雪地履带在光滑路面使用时 不但可以使车辆 保持良好的操控器 而且可以对其他车辆 进行拖转救援 为此我们专门准备在硬式的雪地上 举行一场汽车拔河比赛 看看履带车的拉力如何 能否担当救援重任 我们今天的两位比赛选手 分别为履带车和装有雪地轮胎的 大马力越野车 张师傅这个地面是不是 对今天这个拔河比赛也有点关系呢 有有有 当然有关系 因为它这种硬雪地面呢 它就和那个雪场的这个雪道差不多 咱们这个盖上上面有些牙 这种牙就压到地下了 它对执照的也是血道一定棒 这辆装了履带的车 马力有多大呀 我这是180马力 它那个车有多大马力呢 296 那您觉得拔河哪个车能赢呢 理论上是应该履带车 那行咱试一下 可以 看看 到底结果怎么样 好吧 好好 可以看出来 老张对比赛过剩心心满满 让我们再看看 他的对手对比赛的预测 您这车是马力比他的大呀 汽油车马力要好一些 这次290公斤马力 那您觉得能把它拖过来吗 不太有信心 所以说 那咱们也试验一下好不好 对 好 您觉得这两个车拔河哪个车能赢呢 那个 你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呢 你也觉得是那个 为什么呀 那是履带的 这个骨头里 一台洞里出一变式的车 一旦换上履带后 就真无产生 躲开换骨的变化吗 开始 涂车绳短暂的颤动了两下 平衡被打过 接着 履带车一鼓作气 轻松获胜 张师傅 这个结果是不是也不出乎你们意料啊 没有出乎意料 很轻松是不是 是 就是车还没有到全功率的时候 已经把它也拖过来了 应该是 十分之一都没有 十分之一的东西都没有 将将起车就不够了 它们应该是 没有可比性的是吗 全复合运转了是吗 全复合了 已经到5000多转了 以前到5000多转了 就是一点半了 没有 实在是功能为力 开始 在拉力测试中 初始的一刻 两车拉力相当 但随后 轮式汽车的车轮开始打滑 打滑是轮胎的动力 不能传到地面 而都消耗在高速的空转中 而履带则牢牢的扒在雪地里 没有打滑 从而使车辆的动力 全都传一个地面 因此在冰雪路面 相比普通轮式车 雨带车更适合进行 拖拽救援工作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种 非常特别的专业沙漠赛车 这种赛车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放弃了 我们常见到的那些越野车 四驱的形式 它能把发动机放到了后面 用后轮驱动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采用了空间管架的结构 是一辆什么样的沙漠赛车呢 去看一下 沙漠被称为生命进去 不仅是因为其中干燥缺水 还因为沙子的流动性 造成在其中行进阻力极大 普通车辆难以通行 一般来说 能在沙漠中通行的车辆 必须全轮驱动 而且要有大功率发动机 和宽大的车胎 而沙漠拉利赛 更是对车辆性能的全面考验 除了要有优秀的通过能力 还要有较高的速度 由于比赛距离很长 通常沙漠拉利赛不设置赛道 这也是参赛车辆 可以根据自身性能 扬长臂短 自主选择通过路径 这辆采用后轮驱动的赛车 在广阔的沙漠中 可以回避低速转向 不灵活的缺点 但是在实际沙漠环境中 它会表现如何 为此我们市制组 随于广义团队 前往内蒙古库伦齐的 塔敏查干沙漠进行测试 这片沙漠面积不大 但其中密布沙山 深坑 断崖 因此成为日益爱好者的驶车场 那么这辆沙漠赛车 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您看这车怎么样啊 要是正常看 但它应该是没有四驱车 主要是哪一方面呢 因为咱们四驱车不是四轮吗 它毕竟是两轮 它毕竟是两轮 于先生 我看好像对这种 两驱车的质疑很多呀 是的 当时我的合作伙伴提出 坐这辆车的时候 我是提出反对的 不是因为这个车子的 没有 车子的这个不够好 而是因为这个车子的特性 还有它的一些特性 不会国内的一些人理解 所以呢 我觉得会经过很长的时间 才会被人们接受 那么这样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到这个最后的话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看到后面有一个挺大的沙山了 是的 那个沙山是好爬吗 那个沙山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它是软沙 然后阻力非常大 阻力非常大 对 也比较困难的一个坡 那咱们的车能上去吗 应该是可以上去的 这个大沙坡 坡度达到50度 坡面长度超过60米 并且沙质十分松软 引起难度很大 因此成为了众多越野爱好者 挑战的目标 轻便的越野车 在沙地上很有优势 但是还是没能成功 这辆车最接近成功 但最终也功亏一篑 挑战的车辆里 也有不少世界著名的越野车 但都没有成功 一些经过特殊改装的大公寓赛车 也前来挑战 能上去吗你觉得 能上去 那等会咱们再试一次 这辆赛车车身轻巧坚固 采用大扭矩柴油机驱动 在爬坡性能上很有优势 再一次的尝试 它能成功吗 成功与输出的柴油机冒着黑烟 但还是没能把这台轻巧的赛车 送上大坡 这个大坡 难倒了众多的越野高手 甚至连人往上爬都很困难 只有两轮驱动的沙漠赛车 能冲上这个大坡吗 冲刺速度似乎有些慢 爬到一半就滑了下来 因为沙子松软 附着力差 因此车辆在爬沙坡时 只能采用冲刺的方式 借助惯性冲上去 一旦中途无力 只能顺势滑下来 延长驻跑距离再冲一次 但冠性的力量 还是不离松软的沙子 又一次失败 难道这个大坡不可被征服吗 这时赛车好像出了状况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要放气 在沙漠中 汽车都要通过放气 使轮胎变比 从而达到增大附着面积 提高驱动力的目的 这一措施明显提升了车辆速度 延长驻跑距离 再来冲击一次 效果很明显 赛车直接提在沙梁上 感觉怎么样 我看到您冲了好几次才冲上来 比刚才那坡你觉得难吗 感觉还行 有足够的加速度我们就可以冲上来 助跑距离稍微短了一点 我看沙漠腹地还有很多 比这个还要有难度的坡 等会咱们再找一个试试怎么样 可以的 好的 那咱们等会试试看 这辆辆驱赛车 在沙漠中还能有何种惊人表现 越野拖拉机又能适应何种恶劣环境 惊喜收看外发明 越野争霸 延长助跑距离 再来冲击一次 效果很明显 赛车直接骑在沙梁上 刚才赛车算是基本爬上沙坡 但随着对沙漠地形的逐渐熟悉 李东杰还想来个完美的胜利 这一次轻松爬上沙坡 刚才的沙坡没有能够阻挡住 鸡翅如飞的沙漠赛车 为此我们找到一个难度更高的大坡 进行测试 这个大坡坡度超过50度 坡面长度超过100米 砂质十分松散柔软 坡面上留下了不少车轮的硬痕 但是没有哪道延伸到了坡顶 这个大坡究竟有多难 我们打算经用这台专业越野车测试一下 轻变的大功率越野车 对沙地的压力小 车轮不容易被陷住 但依然在松软的沙中失去了动力 这一次冲刺速度更慢 但还是未能爬上这个大坡 沙太软了 沙也太软了 有难度是吧 有难度 沙漠赛车能爬上这个沙质松软的大坡吗 这个坡是不是难度很大 这个难度是偏高的 那您看咱们的车您觉得能上去吗 我得试一下看看 你得试一下看看 因为毕竟是不常玩沙漠 可能一年就晚吃掉 沙漠赛车一加速 车头就略微翘起 这时骑在冲坡时 车头不会插在沙中 在沙坡上的转向甩尾 耗尽车辆上冲的动能 只能滑了下去 难道这个大坡 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次主跑距离更长 沙漠赛车能冲上去吗 其实在越野车当中呢 不但有造价高昂的这种专业的越野赛车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还播出过专门为农民朋友设计的 高通过性的这种拖拉机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这款拖拉机呢 它就是采用四驱的这种形式 而且呢 它的前后部呢 是用这种弹性元件所连接的 那么它能不能适应南方这种 恶劣的这种地理环境呢 去看看这种拖拉机怎么样 发明人邦大邦 发明项目 万象折腰 四驱拖拉机 这是位于广西桂平的大藤侠 这里的江边地貌 在广西很有代表性 江边的石滩中 既有大小不一的卵石 也有怪石临寻的断崖石壁 这样的地形中 普通的拖拉机和越野车 能在期间往来穿梭吗 首先出厂的是一辆首幅拖拉机 这是农村最常用的运输工具 具有很强的攀爬能力 而今天的驾驶员 也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了 他小心选择着有力的地形 不断向前推进 但最终还是止步于一道 二十厘米高的小石砍前 看来普通拖拉机 无法通过这种地形 那么专业的越野车能通过吗 越野车动力强劲 底盘较高 并且拥有四驱系统 能适应各种复杂环境 但随着尖利的金属摩擦声 越野车的底盘蹭到石头 最后也不得不停下来 你也经常玩越野是吗 对经常玩 我看你刚才还挺不服的 想开进来 对没有没办法 一边人空的时候 它打滑 想不了 这样的越野车 连场地都进不去吗 不行不行 场地都进不去 太难找了这个路 难道这片连接航道 与林场的河滩 真成了车辆的禁区 为此 我们从石滩中 选择了一条 相对容易走的卵石路 对老邦的拖拉机 进行初步测试 这台只有22马力的拖拉机 扭动着身躯 开进场地 前部大胎的使用 使拖拉机 能够轻易地翻越障碍 而万象折腰结构 则是车头部分 随着地形的起伏而扭动 无论地形如何变化 车台始终紧贴地面 进入卵石路段了 拖拉机能承受住 共振的影响吗 图展一侧轮胎掉了下来 这个螺丝没有拧紧 刚才开了一刹 现在松了 掉出了 我们那个拖拉机 这台拖拉机已经跑了几千公里了 就继续不够 经过了紧张的修理 我们的测试继续进行 刚才的事故 使老汪开车紧慎了许多 但在穿过一个小水塘后 问题又来了 拖拉机能冲过去吗 老汪的拖拉机 跳跃着穿过场地 卵石路面再也没能阻挡 它的前进 卵石路只能算初步的考验 我们准备加大难度 找一条布满石壁抖崖的路段 让拖拉机挑战一下 高度超过四十厘米的抖壁 接近一米高的断崖 对拖拉机的攀爬能力 抓地能力 以及结构强度 都是严峻的考验 刚刚还发生过事故的拖拉机 还能顺利通过吗 以前也是玩越野的是不是 是啊 以前玩越野 当时您开越野车的时候 过这样的地方好走吗 当时没有升高改装过的越野车 这个路段也很难走 因为它这个路差太大了 它这个有的轮胎就会悬空 悬空了就失去 动力就过不去了 那咱们的那个拖拉机 现在要挑战这种地形 您觉得困难吗 这个应该难度蛮大的 我可以试一试 这种路面的最大特点 就是起伏落差比较大 如果一侧车轮不能紧贴地面 就会打滑 从而失去动力 因此这是对万象折腰结构 抓地能力的终极考验 当遇到障碍时 较轻的拖拉机的机头部分 很容易就爬过 而后后车身就能顺利通过 但当遇到连续的障碍时 拖拉机可以通过 前轮后轮同时遇到了 难以越过的障碍 只得退了回来 加大马力再来一次 前轮还是没能抓到地面 一个轮胎高速空转 重新选择路线 又一次冲上去 轮胎与岩石摩擦冒出了清烟 但拖拉机依然难以前行 已经失败三次了 难道老汪的拖拉机 就止步于断崖前了吗 在剧烈的颠簿中 拖拉机爬上断崖 冲了过来 通过实地测试 可以看出 半向折腰四驱拖拉机 具有良好的攀爬能力和通过性 因此在恶劣路况下 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 但在水宝密布的广西 涉水无疑是车辆越野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栏目曾经介绍过不少越野车 它们为了涉水 通常会在发动机部分进行严格的防水处理 而这辆拖拉机 发动机裸露在外 它真能经受住河流的考验吗 我们选择这条其腰深的小河 作为测试场地 水有多深啊 一米深 底下有泥吗 有二十公分的泥 这水深有一米多 咱们这拖拉机能走得了吗 要试试看吧 平常你们也没试过这么深的水吗 没试过这么深的 那咱们也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开得过去好吗 好 驾驶员开着拖拉机冲进河里 瞬间 河水便已经漠过车轮 眼看就能上岸 但喜欢冒险的驾驶员 擅自改变方向 竟驾驶拖拉机逆流而上 一不小心 拖拉机进入深水区 拖拉机能从水中顺利脱困吗 清凉化雨林赛车 在恶劣环境下又能有何种表现 敬请收看 五百八零 越野争霸 一不小心 拖拉机进入深水区 河水已经淹到发动机位置 意识到危险的驾驶员立刻驾车后退 但在翻越一个水下障碍后 被卡在河道里 拖拉机开足马力 发动机飞轮卷起的水柱 足有七八米高 但依然都没看不得 老汪有些着急了 拖拉机是怎么了 现在是怎么了 现在中间有那个石头卡住了 卡住了 那现在这个发动机什么会损坏吗 不会不会不会 等会拖出来还可以再继续实验吗 可以可以继续 最后不得已 值得求助于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越野车 将拖拉机拖出险境 被水浸泡了这么长时间 拖拉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稍作修正 试验继续 拖拉机工作正常 加高的进气和排气系统 使拖拉机在一米深的水中轻松行驶 而大轮胎的使用 使拖拉机不会陷入河底淤泥 最终 拖拉机轻松完成测试 顺利上安 好 看完前面这个节目呢 相信您对南方这个湿热多雨的崎岖地形有了 大概的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下面这款越野车 它要面对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更为的复杂 它要面对的是雨林环境 那么这种空间管架结构的轻量化的雨林赛车 能不能够接受雨林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呢 赶快去看一下 发明人欧尚文团队 发明项目高机动性雨林赛车 普通车辆的涉水深度一般不超过车轮高度的一半 基本是性能较好的专业越野车 如果水深目过发动机的位置 车辆也会熄火 甚至造成车辆损坏 作为雨林赛车都有一定的涉水能力 但这辆雨林赛车发动机都落落在外 它的涉水能力到底有多强 为此我们专程到广东佛山北江的江边 这里位于江堤内车 年日因雨时江水上涨 坑马地带已变成一片德国 您参加过很多的国际的雨林赛是吗 参加过 参加过 咱们中国的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这个雨林赛呢 跟国外呢 主要是在涉水深度这一块 都比国外的要深 这个也是根据中国的环境 特地来做的 特地来做的 这个东西对车辆你们改装的难度大吗 在防水方面是比较大 要求比较高 那我看后面有一片水塘 咱们能挑战一下吗 可以 绝对没问题 这片水塘夹杂着小块的陆地 大量的泥浆使水面浑浊不堪 深处的水深没过膝盖 大约有40到50厘米深 新型雨林赛车 车重只有一千三百千克 而其轮开使用的是大尺寸泥地台 不但接地面积大不容易下陷 而且在泥底中还有较强的驱动力 在车另一头扎进水中 还能上来吗 怎么样 可以没问题 很轻松 我看您满脸的泥 满脸的泥 正常啊 正常 我刚才看见进到水深的地方 这前面都冒烟了 这是怎么回事 冒烟它是发动激热气的水蒸气 没问题的 那等会更深的水 咱们挑战一下行吗 可以没问题 一米深 一米深 不要淹过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不是车投不了气 窝投不了 行 那等会咱们再试一 这个水塘水面宽阔 水深接近一米 并且暗地陡直 并不令车辆直接入水 这样水面的环境 新型雨林赛车 能应付得了吗 高温的发动机 雨水接触 机器阵阵水落 这辆车像民用船一样 交情宜将不断推进 水底情况复杂 雨林赛车在水中颠簸前行 这样的水深 雨林车能通过得了吗 但最终还是安全通过 为此我们准备加大 测试难度 这是一片连通北江 主航道的水湾 水面开阔 水中水槽密布 水深变化较大 最深处达到1.5米左右 这一次 雨林赛车能挑战成功吗 一下水 水已经用过了汽车的发动机 雨林车如同一夜偏舟 在水中航行 行至一个水下高点 驾驶员迅速停车 副驾扛着15千克重的篱扒 想岸上走去 正至北江洪峰到来 河湾中的水壁刚才又涨了不少 几乎需要游泳通过 铁爬牢牢插入地面 成为雨林车的支点 车身几乎只有高高挂在车顶的进气管 露出水面 快到岸边了 脚盘能把在泥水间行走的雨林车 拉上岸吗 咱们这种雨林赛车 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涉水能力呢 这个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发动机 是没有采用电碰的引擎 只是没有用电脑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涉水器 它装在车顶 这能保证你正常的通过 一米半以上的水 一米半的水 那么第三个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雨液片 这边呢 应该是要达到一个横秘 那么水呢 是会定它打滑 主要是这个问题 涉水测试中 机械脚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是依靠发动机的动力 直接驱动卷筒 几千引力为13吨 超过10倍车重 穿式车辆 在依靠轮胎 可能突困的地段 发挥作用 大不大 新型雨林赛车 曾用全新的车体结构 使整个车辆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在短距离加速性 涉水能力 转向灵活性方面 都有突出的表界 满足进行 实际环境测试的要求 为此我们随欧尚文团队 来到广东南海的丛林中进行测试 他们身披铁甲 各个设计精巧 面对挑战 他们大展神威 从容应对 表现非凡 敬请收看 外发明 铁甲争风 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正值七月季风季节 这里环境与东南亚雨林环境 较为相似 刚进入丛林 我们就被一条泥江路挡住了去路 专业的越野车 在这种路段都不断打滑 很难前进 最后不得不在一辆雨林赛车的拖转下 才得以脱困 丛林中 还有比这更难对付的 泥江环境吗 这片泥江池深度 不低于七十厘米 通常情况下 雨林赛车要想通过 即使依靠脚盘 也有一定难度 那么新型雨林赛车 能顺利通过吗 车身重氧轻 速度快 还没来得及下线 就冲出了泥潭 怎么样 好 你挂了 刚才那个机箱有多深 有轮子这么深了 那您不要脚盘也能上来 以前的这个雨林车 能上来吗 以前雨林车都很难上 您还想再挑战一下深的 再挑战就深的 这个难度还不够大吗 不够大 不够大 再来一次 您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好 这次选择的路线 泥江沉积更深 雨林赛车这次 会用到脚盘吗 强大的驱动力 非常大尺寸的泥底胎 使车辆在粘稠的泥江中 依然有足够的驱动力 接下来这个发明 它最大的理想 就是要造一种能够适应各种 复杂的地理环境 也能够面对最大挑战的 这样一款越野车 那么这种车到底存不存在呢 它发明的这个车 表现怎么样呢 去看一看 发明人魏强 发明项目 分16区 全地形车 2005年 魏强用这些自己设计的零件 制作了一辆测试车 进行测试 现在这辆车 不但底盘上面 秀气斑斑 而且为车手安全 而汉系的防滚架上 也布满了秀气 这样的车不要说测试了 能不能开动 似乎都是问题 但老魏似乎自信满满 这个车 加满水 你不用管它 三年一年 机油也不用换 连续三次达 打满铁锈的电机业人 终于启动了发动机 先由老魏在场地内 试了一下车 接着 我们就奔赴 今天的第一个试验场地 今天的验证 被老魏称为攀岩 要翻过几处 1.5米到2.5米高的断崖 其几乎垂直的泼面 对越野车辆的通过性 是个巨大的考验 普通车辆车轮 会在与延闭的接触过程中 不断打滑 老魏的车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一会儿 他将给我们展示 他用来爬坡的 秘密武器 老魏显得十分亢奋 一到场地 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刚一进入场地 老魏就遇到了两发散 竟然被一个小托坎挡住了去了 经过几番挣扎 才爬了上来 钢挂车 晃晃悠悠 开到了断崖前 他能冲上这个 一米五的大坡吗 这车放到新鲜场了 放半年了 放半年了 这里的齿轮可能熟悉了 没问题 它那个机械性能 现在机械用这机械正常 等会儿来一个顿角的 上两米五的石头 他终于冲了上去 意犹未尽的老魏 继续向下一个山坡 发起挑战 但似乎钢挂车 怎么努力 都寸步难行了 面对这个高度超过两米的峭壁 老魏能冲得上去吗 经过刚才的磨合 老魏又启程了 但到了崖壁前 老魏似乎犹豫了一下 才启动 基金反复终于冲上了两米高的断崖 开的过程中 启动了什么 肯定要启动 踏速锁 这个车如果没有踏速锁的话 跟你上吧 来 这两钢挂车 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爬坡能力 它的秘密武器 就是老魏自己设计制造的 带有差速锁的车桥 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诞生不久 人们就发明了差速器 它是用两个半轴连接起来的机械装置 有了差速器 就能允许两边车轮 以不同转速转动 有利于汽车的转向 但是当一个车轮打滑的时候 差速器就会将动力 全部分配到打滑的车轮上 使定一颗车轮失去动力 魏强的解决之道 是专门设计了一套机械差速锁 用它锁住差速器 防止出现打滑空转的问题 2009年 魏强将在测试车上 经过验证的技术 用于制作我第一辆 采用分16区系统的全地形车 这一系统 既可以在越野条件下 发挥六轮驱动牵引力大的特点 又可以通过驾驶者 对驱动轮数量的选择 达到节油的目的 采用这一系统的车辆 越野性能究竟如何 为此我们选择了一段艰险的石滩地 既有石滩 小坑 还有一处1.5米的断崖 这样的路段 不要说开车 即使人走 都要费一番力气 老魏驾驶着庞大的六驱车 进入乱石密布的河滩地 老魏设计的悬挂装置 展现出极强的抓地力 这辆车的六个大脚 始终贴合着地面 老魏对其悬挂系统十分满意 在紧张的驾驶之余 也要向我们炫耀一下 在怪事临寻的石滩中 这个大脚怪 依然轻松地控制着自己的方向 六驱车翻过了一块巨石 车头紧紧顶住前方的断崖 它能上去吗 感觉啊 就刚才看了刚才那车 什么感觉 太刺激了 太棒了 想过这种车能到这种份吗 哎呀不敢想 我不敢想 我没见过 真的我现在心里还在旧呢 哎呀 不是人家害怕不害怕 我就害怕 在今天慕名而来的观众中 有一位圈内小有名气的 业余赛车手 郝先生 他曾获得过 他曾获得过07年 库不齐沙漠比赛 最佳飞车奖 今天看到老魏的车 也想上去 一展身手 可以睡觉 可以睡觉 你随便 我先教你操作 操作一下 你到场地以后 后四区按下去 对 后锁按下去 中锁按下去 前锁按下去 就是你上石头的时候 你把它都按下去 作为赛车手的好先生 开车一门一眼 沉稳冷静 场地中不识传载 尖锐的摩擦声 老魏心疼自己的车 立刻跑上前去 帮助车威 带到最困难的段达了 上不来了 感觉是我们太强烂了 这坦克不是机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电视机器的您 想了解更多 我们节目的信息 或者想把您的发明 您的创意 跟我们分享的话 欢迎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感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也欢迎继续关注 客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他们味道鲜美 却样样不易得道 他们身披铁甲 却各个设计精巧 面对挑战 他们大战神威 从容应对 人机大战 他们又将有 如何非凡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